楼玄影浮在墨锦号的背上 他们已经被巨蛇团团包围住 其中步伐冰破蛇 蛇身照得整个洞窟发光发亮 他终于看清了洞里的情形 周围安静极了 除了蛇发出的嘶声 连墨锦号渐渐滴落的血声都听得清楚 墨锦号 墨锦岳阳的武功不是在你之下 他真的能凭一己之力杀到尽头 为什么在他看来 他们这一路那么艰辛 墨锦号的武功已数上乘 走到这里都困难重重 墨锦岳阳怎么能够走过去 墨锦号的眼神变得暗沉 深吸口气 握着剑的手更挤了几分 不 据我观察 他并没有走到这里 应该在第二条黑蛇出现那里就止步了 在那之前 还有打斗过的痕迹 之后就没有了 他一愣 不确定地问 那么 墨锦岳阳说 他知道冰破蛇毒解药的事 是骗我们的 不一定 虽然他没进来 但图纸是存在的 从他泛黄的程度来看 已经有很久的年约 会得出他的人 就一定进来过 那人 也许就是冰蛇倒某任岛主 没等他把话说完 已经有蛇率先朝他们扑过来 娄宣颖眼一闭 更加搂紧他 眼前的画面太血腥 巨蛇近在咫尺 墨锦岳稍稍躲不过 他们很可能立刻葬身蛇腹 尽管他被喷得一身的蛇血 但却没有去顾忌的机会 抓紧 他听话的死命抱住他 就见他掌心凝聚了强大的内力 推向剑尖 轰隆一声 劈开了前方的刀 挡在前方的蛇 瞬间四分五裂 整个洞窟剧烈震荡起来 尘土飞扬 还滚落了十块 他趴在他的背上 被他瞬间发出的内力 震得口吐鲜血 手抓不住从他背上滑落 他反应极快地护住了他 娄宣颖 撑着点 快到尽头了 他没空停下查看他的伤势 脚下的步子一刻都未停 搂住他冒着杂落的石块 往沙开的血路冲出去 他只觉得胸口气血翻涌 他内力的冲击 差点让他的五脏六腑四分五裂 尽头 听到这个字眼 他强忍住再次翻涌上来的气血 为了不增加他的负担 再次自己使力搂住他 可是 他却发现越来越多的蛇 从四面八方朝他们移动的方向靠拢 就连前方也是蛇 全是蛇 杀不尽的蛇 墨井号杀出了前头的路 最终冲到了尽头 血光之色映照了只有后路的洞窟 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条通体血红的冰破蛇 他们冲进来时 他正一口吞下了一条巨型黑蛇 进食被扰 他回头凶恶地看着他们 张着蛇嘴露出锋利的蛇牙 墨井号兴而止住了步伐 在他的蛇头伸过来的前一刻 带着楼旋影迅速跳开了 进退两难 前有体型硕大的冰破蛇 他的蛇身 已不是用巨大足以形容的了 他们在他面前 仿佛就跟蝼蚁般渺小 身后却有无数的毒蛇逼近 墨井号 怎么 怎么办 楼旋影困难地吞咽口水 他们似乎随时都会成为 这条冰破蛇的腹中食物 虽然他们的体型加起来 都不够他塞牙缝 他的剑滑在蛇身上 他不过一吐气 剑又被弹开了 冰破蛇似乎在细耍他们 想要耗尽他们的体力后 一口吞下他们 体型与力量悬殊都太大了 楼旋影心揪在一起 墨井号背着他是累赘 等他的体力耗尽后 就是他们入蛇腹之时 武力值不能用 他的异能是对付他的最好办法 可他根本无法接近他 墨井号 你自己撑住 他说完 迅速从墨井号的背上跳了下来 带着空隙就跑 楼旋影 你做什么 回来 墨井号被他的行为气到 大声朝他吼去 难道他不知道现在很危险 他的尸神 让身后的黑蛇有机可趁 锋利的尺磕上了他的后背 眼看一块肉就要被撕下 他猛地回头 一箭砍断了舌头 他闷哼一声 后背火辣辣地疼痛 因为他不在身边 他的身体又开始冰冷起来 刚要使用内力 一口血就吐了出来 墨井号 别管我 你撑住 躲开就好 他喊完这句话后 就摒弃尽声了 将熊黄粉撒在朝他靠近的蛇身上后 贴在墙角 不断往前挪动 墨井号吸引了所有的仇恨 他走得很顺畅 他豁出去了 必须得动用异能 若他只是躲在墨井号的背后 拖下去 他们迟早会死 他只有伺机而动 让那冰破蛇成为他的灵宠 他们才有活命的机会 即使会让墨井号 发现他的秘密又如何 鲁炫耀 小心 听到墨井号精心的喊声 他没来得及回头 身后突然袭来一阵风 他直接被蛇尾甩飞出去 身体撞在巨石上 重重跌落回地面 口吐鲜血 猛壳不止 他动弹不得 眼角的余光 却瞥见 近在眼前的血色冰破蛇尾 他困难地朝他伸手 却始终使不上力 血色冰破蛇突然回身 发现了他的踪影 晃动蛇尾朝他甩来 他的小身板 怎么可能经受得住 如此硕形蛇的攻击 如果被他甩到 异能还没使上 他就先壮烈牺牲了 他吃力地爬起 想要躲开 墨井号却更快速地扑过来 将他紧紧抱住 蛇尾甩下 他替他承受了所有的伤害 两人被往后甩飞出去几十米 跌落在地上时 他仍然护在他身下 不 墨井号 墨井号全身躺斜 他瞪大双眼 身体上的疼痛 早就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 晕眩感不断冲击着他 但他知道 他刚才替他承受了更大的伤害 他有多痛 他比他更甚 他的眼皮微动 却始终没睁开眼 墨井号 你不准死 不准 听到没有 搜 他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只是动了动嘴 他辨识了他的嘴型 知道他是想让他离开 若他走了 他连活的任何希望都没有 所有蛇 再次朝他们逼近 他抬眼 死死地瞪着那条血色冰破蛇 拳头越握越紧 他大吼一声 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站起来 疯了似的 朝那些蛇 向那些蛇扑过去 死死抱住其中一条大蛇的同时 将带有他俩鲜血的双手 按在蛇身上 接住他 使你 感谢